好,在上一集的结尾,我们已经成功拿下了日本,并且通过这个新版本的谈判系统拿到了日本的船,不过这个有点缺金少两啊,我在南边发现了日本还有一些轻巡没有给我,导致我们现在这个重巡比轻巡还多,我原计划是准备直接去打这个美国的,但是这个正当化时间有点长,我们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就应该做好这个正当化的。 现在等我们做好正当化,美国是必然进这个同盟国的,那我们不如直接先去把同盟国灭了,目前我们是有这个葡萄牙的宣称的,而且英国保读了葡萄牙,那我们待会打葡萄牙就可以了,关于国策方面其实没什么好点的,这边点完能送我们几个船厂,不过没啥用。 然后下面点的东西都跟我们没有关系的,因为我都已经打掉了,然后这边可以先点一个,削一个debuff,然后这边还有一个debuff可以削一下。 我这个系列视频其实失误挺多的,我之前手抄比较专注啊,就忘了管这个内阁了,其实我们之前是可以开总动员的,我一直忘了开啊,导致我们现在莫名其妙少了很多工厂。 然后这些把内阁都没有上,因为待会儿就要打这个欧洲了,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动员可以留着待会儿改总动员啊,现在先上点内阁吧。 人上的都上一上,把这些全安排好。 目前我们就不着急建这个军工了,我们就先建这个海军船屋吧,因为我们并没有吃日本的地,导致现在没有这个船屋去给我们修船了。 我们先把船屋盖起来,待会儿我们是要修船的。 这边先跟这个苏联要一个军统啊,我们先把这个船开到苏联的港口去,这样的话离欧洲近一点。 这边把舰队合并一下,我们总共也就这么多船一起开过去就行了。 我们先把船停到这个列宁阁了,待会儿等这个德国和同盟国打起来的时候,我再等德国要一个军头,我们船就能放到威廉港。 这个抽卡抽不到什么好将领,我们就随便选一个吧。 然后待会儿可以先把船训练起来,目前我们就可以开始造我们的这个中型防空车了,来增加我们部队的金盾。 现在这个版本对这个金盾的要求挺高的,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用最好的这种装甲,这个太,另一种太贵了,就不用了。 我们现在再扩边一些部队出来,待会儿啊,用来应付这边的同盟国势力。 然后我们主力师,我们找出这些带勋章的部队,待会儿我们要挨个发勋章的,发完勋章我们就放到欧洲去了。 这边可以提前研究一个运输船,待会儿我们就用强大的海军直接登陆这个英国即可。 好,现在所有部队都调回家了,我们这边直接切换成优秀船程,然后开始发勋章啊。 先把我们这些啊,有勋章的部队一个个挑出来。 这个第一支部队是拿了长沙和这个长德啊,它是我们现在使用的主力部队。 可以看一下,我们是有四种勋章的,有杰出服务勋章,减15%的补给消耗。 红心勋章,给10%的组织度,恢复5%的单位防御。 这个军功勋章,10%的组织度,革命英雄,给10%的血量。 非常可惜啊,都没有加进攻的,基本上都是给我们加这个赖久的。 这个新版本的勋章,同样勋章拿多次的话,它这个效果会减半啊。 所以我们就每个勋章来一次就可以了。 这边就先上一个这种加组织度的。 再发一个这种啊,加血量的。 因为我们目前这个补给消耗不是很缺啊。 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目前这个军团的这个番号来找到我们这支部队。 当我们发了两枚勋章之后,我们这个师的师长直接从准将变成少将。 看来发勋章还是会加军衔的,不过这个好像没什么意义啊。 为了给大伙发勋章,我觉得这个国策可以待会儿再点啊。 我们就先把勋章全给他发了再说。 我发现我们这些能受勋的部队都是叫做延安警备或者是这种啊,盛伺军团。 都是我们刚开始就有的部队,说明是从头打到尾的。 啊,伤亡人数都挺多的。 这个勋章点完之后是直接加在我们的这个属性值里面,所以待会儿我们直接可以换整个部队的编制啊。 就是保留这个番号,然后换掉整个部队的编制,换成大编制。 我们这个船开了好久,终于是开到这个列宁格勒了。 然后目前只有两艘船是正在修,估计是苏联在帮我们修啊,因为我们的船厂是没有用到的。 这边德国总算对这个波兰宣战了,待会儿我们也可以对这个葡萄牙宣战,然后跟德国要一个军通就可以了。 我们先不着急去欧洲啊,我们先把境内的这些威胁给他解决掉。 这边放20个师啊,先把这个越南准备给他拿下。 其他的部队我们分成两波,把这些殖民地权给他吃掉。 我们现在手上这种小防空炮一点多啊,我们给田县师整个小防空连吧。 这边弄34个五步一防空,我们拉到左边去防守一下。 好,这边准备的差不多,我们直接对这个葡萄牙宣战即可啊。 这样就能把英法两国一起拉过来打。 看完之后,我们直接开计划进攻,这边全部直接拿下。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跳英国,主要是目前这个德国的分比较高啊。 我们需要给德国送点油啊,来压一下他们的分。 这边我们直接找这个苏联人买油啊,所有工厂都拿去买。 买到油之后,我们这边可以先开一个总动员,这样我们产的油就更多了。 这时候再去起草一下租借法案。 我们先意思一下啊,租个30%给德国吧。 然后再租30%给意大利,把这两家的这个分数给他压低了。 待会我们就可以白嫖了。 只能说这个战争急不得啊,我们需要慢慢的来。 目前虽然什么都没做,但是已经拿到了不少分了。 这边再跟这个德国要个军通,把我们的船先开到德国去啊。 先放到这边的港口,待会就可以直接登陆这个英国了。 顺便再看一下这个法国是怎么没的。 德国这个部队冲得很快啊。 他根本就不想打巴黎啊,他是直接准备把这个马奇诺给他包了。 好了,这法国应该就没了。 我们还从他库存里面拿到了50%的装备,调了7辆火车。 德国的分有点太高了,我们决定加大一点投资啊,给他65%吧。 这边再找充联人买一点。 目前已经买满了。 再找别的地方再买点油。 这边因为法国投降的原因导致这个越南不让我们打了,那就算了。 我们就把这支部队调到欧洲去吧,待会准备用来收拾英国了。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新的编制。 主要是塞了中防空的部队啊,但是因为装备太缺了,所以我们目前不能大规模量产,只能一个一个变。 先把刚刚发过勋章的那几个师都给他变成这种精英部队。 就是我们常用的十一步六炮,一中防空。 这边还可以再上一个侦察里。 德国在收到了我们的油之后,赞不绝口啊,直接把自己的战争分给他归零了。 那我们待会就坐享其成,再吃个波兰吧。 他既然出了发勋章的功能,应该再出一个一键能让我看到所有已经受勋部队的功能啊。 不可能在自己这个里面一个一个查吧。 每个部队都查一下成分也太累了。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给这些部队改番号啊。 这样的话就能很快认出来哪个是我们精英部队了。 我们只能给他重新编号了。 好,就先这样吧。 把我们这十个师啊,都编好编号了。 因为他们是有勋章的,给他改成我们最新弄的这个编制。 让我们装备是勉强够用的。 目前最不缺的反而是这个中防空。 这边德国已经没分了,我们就给他保持一个10%的供油量来持续压低他的得分。 接下来主要是压意大利的,把他也压没了之后,我们就随便玩了。 好,这边准备的差不多,我们就可以开始登陆了。 我们现在就不分队了,直接所有舰队在这边开个打击舰队好了。 不知道为什么英国没在海里面放船啊。 其实我们这个船也没必要开这么多过了。 好,就直接开始登陆了。 英国港口还是有不少部队的。 我们可以开个慢速把港口踩一下。 多佛尔是没有部队的,那我们可以直接去抢周边的港口。 他只在这个港口放了部队。 然后后续部队就可以一股脑跟上了。 目前看一下这个战争分啊,这个德国是压成了1%,意大利压的比较慢。 我们再给他加大点力,再多发点油。 反正买这么多油,我们自己也用不了多少。 待会再加上我们踩的力,应该是能拿大头的。 这边所有吃归位。